24号 赋年4上映 为了第一时间体验这部十年终结之作 特意熬夜看的手印 从这么多年影员的关于体验来看呢 赋年4这次呢 也是头一回了 现场欢呼呼掌尖叫 估计不下三个次呢 无意放假再去二刷回味回味啦 那么就在巨头怪和防巨头战士的斗争之中 看看最近一周有些什么星空 挖架鬼架小情调 成为真爱全都要 POS最近新更开的就很轻快 本来以为大家以后的底座呢 会开始收敛一点 但是这只佐德告诉玩家并没有 直径差不多一米的尺寸 对于我们这种穷苦老百姓 感觉啊 看看就好 不过比较可惜的是 本身佐德呢并没有把翅膀做出来 整体的霸气质还是打了点肘寇的 虽然已经很霸气了 这不是那谁吗 就我猛看世界里打的那个贝西蒙斯啊 够了啊你 还只是公布了一个预告片 海洋堂赶架了动画上映之前 提前将八号机贝塔公布了出来 就算是罚售日也比上映早的啦 海洋堂作为一微信的脑牌呈房 好像一切都是清理之中 粉丝们几乎是达到了佛系境界的时候 不知道对这款八号机会不会来电呢 经过了一番等待 SIC造型式系列首发两款 终于确定为了Ghost和四载 果然还是把龙旗安排在了年末啊 不过目前大家讨论的比较多的呢 还是新版的SIC售价问题 对于体验过之前的Amazon系列 我来说啊 内心十分平静 而这次四载的反响呢 意外的不错 加上后续的几款持续发力 SIC系列再启动 就靠广大骑士粉了 而另外一边估计是东大妈开玩笑 连自己都开箱性啦 结合这次外传呢 和万代SHF鬼混在了一起 虽说公布的挺早 不过发售日要等到2020年了 大家对于这款造型感觉如何呢 虽说皮套元素东拼西凑 就连武器都是隔壁片场借的 加上这个披风和裙摆 看起来像个道士 而且不是软部材质 估计把玩会受到一定影响 到时候依然会有大把人争相的 万代Figurus Zero系列 突然画风一转 风格变化之大 一时有些明亮的去反应 这次呢 是美少女战士的 天王瑶和海王美之流 最近好像经常可以看到 90年代的复古作品 我觉得不少男生的少女心 就是在那个时候种下的 现在看来 觉得挺有一番滋味 售价个8640日元 这大长腿 前面介绍了海洋汤 初开EVA系列 这次还有TF7 打个清天柱了 这一款的可动和美心度 都挺有保障 虽说不能变心 但是把所有技能点 都熬在了pose上 比起人心 这只柱子的关节 能够好多融入进来 售价8100日元 各位觉得如何呢 反正见识过 5万日元的3.0之后 内心毫无波动 玩尼尔伪装者 还是读书那会儿 也不知道当时 怎么来的耐心 全篇看不懂 还通关了 只是觉得音乐非常好听 这次SE的BA系列 采用的是PS3版里的造型 就是这个主角的面向 一言难尽 相比之下 同期的恒伪太郎 就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鉴于这一系列表现 一向令人担忧 建议玩家们 先管管管管 或许是大英 也看准的 突然狼市场 长足的发展空间 计划在今年年底 发售斯卡哈 突然狼手办 当然了 实际上这个造型 还是有迹可循的 不过相比起原画中的样子 手办看起来 头有点大 确实是一个 让人头大的造型 在如今玩家 已经被 Freeing轮发心理之后 月球人们觉得 这一块如何呢 Viu在早前 把物购雷姆之后 感觉还没有玩够 最近用公布的 同款造型 只是表情不同的 诶 这种婚前婚后 反差竟来得 如此强烈 即便是如此 雷姆党依然会 温馨无愧 派着胸部大喊 我永远喜欢雷姆 当然除开崩化岩 还有个更加 升级的版本头了 不过只有玩家认为 Viu属于紧兵水准 17000的售价 会有多少人买单呢 Megos在展会之后 终于是公布了 我打C次的 正式官图 以及开门讯息 作为几乎是 全民通知的造型 也证明了 这次的电单量 一定是逼往大了 希望Megos 能继续稳定生产力 会广大神圣们造福 上一次看到 这么带劲的手办 还是JSC的 火焰文章萨利亚 话说了 我们10月见 上期刚介绍了 死库水造型的六花 没想到紧跟着 就把新条件 也一起上次完成 虽说肉感的双女呢 比起六花要细丢丢 但是用料 估计是差不多的 你这个人说话很奇怪 不过当满意志的话 总感觉少了点啥 近些年的手办 特别喜欢符合这处 嗯 修到了阴谋的气息 各位想好的手办放玩了吗 前有网飞爸爸 一口气放出 13画极度奥特板 后有HOPMAX 剑走偏风 出女主角手办 其实极度奥特板 最近一年的待遇 实处不错 各场上爱都供养 让这个IP为更多人所熟知 作为这支中的女主角 左上林奈 当然是不能少地 在观众全部注意力 放在一群男人身上时 有多少人注意到她了呢 漫画里的内容 劲爆多了呀 我说的是剧情 剧情 鱼看贯度被读到 二话不说就买爆 新品雨电影节制更进 冰马重装女子高中生路 女神一文怒武左仓商业 飞骂怪盗机得知犯人 少无鬼戏舞 你如何淡定 本期接受大A兔鱼狼失角 海洋堂 主子哥 FID精灵弓箭手 杰辛连土人 多尔佩剑兔尔夫 Max Factory 出包王女 捕手创围 Free兔鱼狼 达格林斯 水族馆 塞车周英 等等新品已经上架完成 目前都已经开放预定了 另外HT复年4版黑寡妇 以及美队呢 也已经开放了先行预定 更多新品还没来得及爆 欢迎今天浏览 另外本期的50元抽奖活动 会在5月开始 感兴趣的朋友 还请多多留意动态哟 那么就来看看最近一周 有些什么好玩的东西 要说最近最开心的 就是童年神作 中华小当家 终于是要出新作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快带们告诉我 那印象最深刻的一道料理是什么呢 我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真雕大路图 北辰天狼刃 涅兵仙雕山 白罗蛇转链 罗汉胡罩吧 天舞暴言和 那听听听 看暴就对了 另外一个 就是日本小哥的假名骑士片身 全新 很好 OK我们来看看上期开心坑大家的留言 网友杰刚队长 诺姆留言 GP03大冰箱啊 初中是在模型店望尘莫及工作后女友送的 虽然后来分了 刚才还想说 有送自己模型的女票 实际上是太幸福了 结果看到后面 嗯好吧 不知道现在你看到大冰箱的心情会如何的 网友大蚂蚁少校留言 四驱兄弟填供的巨无霸 小时候超级无敌想要 然而现在玩四驱车的玩家越来越少 以前有一个燃烧太阳 超勇的 网友镀银的黄金留言 看过也不会说 我小时候也有很多动画 看过也不会说的 上周一直要说讨论最热的 应该是一批看过《复联4》的观众 和一批没来得及看的 小虎斗智斗勇了吧 毕竟是满威花费了十年 一点一点打字的宇宙IP 怕最精华的部分流到了最后 其分量呢不言而喻 不过看过的很多观众 无奈的心情大过于激动 总会忍不住想分享观影体验 这个时候就很容易无神的 还没来得及看的朋友 那么本期的无套话题 你平时会有什么办法 来回避剧斗的情况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区讨论 最后别忘记 本期的50元又会将活动哟 好了 简单粗暴随传随道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